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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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此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好 各位菩萨家人阿弥陀佛 听得到老师的话吧 我们渐渐地进入到了非常有趣的修学过程 一种新的展现的方式 就要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了 大家都知道我们修的是大乘法 大乘法是如是的广和康大 又如是的生 它不是一般上很浅 或者是两句话可以交代的 而且大乘法本身呢 他们都是要串习啊修学啊 然后呢 把它应待生活之中这样的一个法门 而不是只是自立罢了 他有自立立他 而行菩萨之这个心性的一个法门 那当然我们常常在讲吧 那讲空性吧 我们讲性空 一切法为性空 一切法都为心造 为霸士所造 但是呢 在修学以我们凡人来说 我们以凡人来说 我们在修学上 我们都从向有修住到向空的 就是从有的东西有到无 有到无 但是如果你要从向有 因为我们凡夫吧 我们用六世在世间 运通六世之中 五世之中 有所显现出来的外境 让我们的思维分别的 那个是一个向有的 但是实在的 这个向有到最后 还是没有的 是向空的 这两个桥梁呢 我们一定要透由理解到性空的 这个法空性空的一个教义 一个领悟 你才可以达到从有到无 或者有到空 所以其实平等法的 任何一个向都是一个平等的 只要你深入 因为我们的这个向有 就是我看到一个东西呢 它就是一个不同的有差别的 为什么我看到红色我喜欢 你看到红色你不喜欢 我喜欢比较短的 我比较小长的 虽然这个向有呢 它是有所分别的 这个有所分别 就给我们的起心 很多起心动念 所以我们就生很多烦恼 就是因为这个向有 但是如果向空呢 它就向无差别 它根本就是等于化空的 没有的 因缘和好的 但是这样的一个领悟 不是那么简单 我们要理解法空 从法空之间呢 我们才能够得到 向有和向空的一个分别 这个我们在这个维师节 我相信也一直在讲了 那今天我特别提起 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主要因为我 这几天有在 在读业我们师兄们的 思维上的一些开示 那毕竟来说呢 今天能够坐在这个平台上 进入佛门的话呢 我们真的有过气式的福的资粮 如果你没有过气式的福报 你今天不可能坐在这里 肯定你在过气式 就是种了种下很多的善根 你有很多的清净根 所以你的这七八是生命线 你的这个所谓的生命的元系 你的法身慧命的元系 你就可以达到今天 还在佛门中修学 所以你要很感叹自己 我今天虽然我的领悟力不够深 我的理解力不够好 我的仪法不够深 没关系 但是你肯定记住做 过气式的善因善言清净 然后延续做修学佛法的一个因言 所以这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说 我们多生以前 我们曾经就是这样的严厉 我们也曾经是兄弟姐妹 或者亲戒属 才能够经是在这么一个殊胜的平台 和持行中 大家一起修学 所以我们从我们这个世间 因为我们世间的法 让我们烦恼 让我们执着 这个世俗地 我们真的有时候就在这里混来混去 延续着我们的法身灰灵 无名的轮转着我们的这个生命 到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要求圣异地了 要出世间了 我们要了解空性了 我们要明了出世间的重要性 而继续往那一方面去走 所以呢我们大家一起呢 就在这个佛门里面呢 进入了真正的修道 修行的道路 叫做修道 那个知良福德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为了让我们的佛法 更能够让更多的师兄 能够融入 而串席在生活之中 我经过了失利之后 经过了这么一年多来 在平台上课之后呢 我就决定了 也听起一些意见呢 是要把大家分组了 所以我相信 你们今天在这个平台上 也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分了六组 记得我现在特别交代 分了六组 每一组呢 是特休选出来的 两位正副组长 因为正副组长要会带领 要会领导 要会书写 每一组大概呢 就有13 或者是有四组 13个有两组 我说组员啊 就是有四组 15个包括正副组长 有两组14个包括组长 那整个这个细则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就是说 我也把刚才也把另外一个名单的电话 电话都清清楚楚写给大家了 所以我希望呢 透由这样的组合 第一个目的 我希望大家都有机会组织小组 然后在小组之中 大家互相的交流 当然 除了感情上的交流之外 佛法还是最重要的一个交流 不然你看我跟我跟德哥去讲 我们两个讲 你讲我讲 然后大家有话吗 每个就静静的不出声 那个交流互动的情况非常的不理想 所以我这个也是我的目的 我就要把它变成小组之后 透由这个小组呢 去做一个很好的交流 很好的交流 然后呢 由我们的政府组长来领导他们去深入的 去讨论我们的问题 当然我们会给问题 我也跟Dr. Singh沟通好了 我们有一个组有十个问题 五个问题由我来出 五个问题由Dr.跟着所有的资料 你们只要跟着我们初学的资料 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 如果第一个很多问题 我们会做两组来讨论 我们没有说给十个问题 六组都同样的问题 没有 就是说第一组的问题 和第二组和第六组完全不同 那你们就要找一个时间 可以利用这个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进行沟通讨论 但是不要在平台上 我们的这个资料台上做交流 为什么因为你会把那个我们的法 要发的正确的 要发的正式的上课的题材 拉的越来越远 所以呢你们就组织一个 所谓的你们的WhatsApp也好 Line也好 把它们都拉出来 然后在里面做一个沟通 然后约定回到Zoom里面 你们的时间上做这样的一个交流 那交流好了要笔录 笔录记录起来 而我要的不是个人的意见 我要综合 总和大家 你们组员所有的意见 然后把它笔录之后 把它搭上来 到当天就好像今天我们 今天没有下个礼拜开始 上完课之后 我们留半个小时了 就给大家 你们六十多个人里面去发表 你们可以轮流的把答案读出来 然后把它印了出来 放在这个 然后你们讲 那当然我是鼓励 所以组长和副组长就保持 带领着他们就好 让他们去讲 发表 然后间中 如果我们所有的组员有问题 可以当场问一问 不明白的也可以问一问 大家就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互动 我相信你们会比较用心的去听 比较用心的去研究 不然呢 今天听了一堂课 下个拜三又坐下来 上个礼拜上的什么都忘记了 所以也是有一点可惜 真的有一点可惜 所以我推动这样的一个 也不用太紧张 说老师我不会这样 不会那样 不是的 不用担心 一定有人都带动着你们 每一个电话 我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我例如解个例子 第一堂课我们说佛 那我只有几个问题 为什么你们选择佛为你们的导师 你们去讨论 这是我的问题 我是说第一组的 那生活中你以什么心态 或形式去理尽佛 这个我所问的问题 就是生活的问题 Dr. Jin就based on 怎么样的那个资料 他的资料里面去做大 所以我相信我也穿插了很多 我的意思说 受英文组的 我也把它分成在不同的组别 然后比较会的 我就放也分的六组都有 中等的六组都有 那比较不能讲的六组都有 我很平静的 把各种层次不同的 都分门的分好了 所以我相信不需要去更改 也不需要去怎么样跟着就可以了 好 所以呢 我今天也就是大概就一对中 说你也不明白 你们到底要怎么样 当然 你看我六组 我每个礼拜一组讲话 每一个人六个礼拜 才轮一次 六个礼拜才轮一次 所以六个星期 第一组好像 Dr. Jin这一组 第二组会比较吃亏 因为很急嘛 他们只有一个礼拜 不过因为是 Dr. Jin 所以第一组一天也没关系 他都可以的 拜你们 那就是后面的 我会很快的 把所有的答 问题都发给你们 那你们就抄写 第一组第二组 我会发在 我会叫Dr. Jin 我送给Dr. Jin 然后第一组的答案 问题 Dr. Jin就放上平台去 那所有的就知道了 然后第二组的 我也会给Dr. Jin touch 然后又放在平台 所以你们就copy出来 自己copy出来 所以这样的一个形式 我相信你们的佛学造语 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高 你们可以用你们的语言来讲 就好像你看现在 我最近在采集 采集我们林修师兄的这个功课 他们的思维 他们用讲 用讲 然后我自己来跟他们写了 告诉他们 你们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因为我要的就是你们 会表达你们自己本身的感官 那是最重要 那个很重要的 所以你们在这里 对于这个平台 所谓的平台的另外一种精彩的 这个方式 有任何的疑问吗 可以发问 有人要疑问 问一下 然后我可以在这里讲 然后过后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我们就要继续上课了 有什么问题 我说林修也有分组 这个上课也有分组 林修没有分组 分组都两组罢了 那这个上课有六组 上课有六组 你按照中顺的 有吗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 组长也应该没有办法 也没有办法 来 老师是什么原因是 每一组会有不同的问题 我跟着我们上课的体材来排列 意思是说 我第一组第一课 我们第一初学 初学佛学是佛 我就用第一长课的 里面的内容来做问题 然后doctor就会根据里面的内容 所以你们可以从内容之中 不用离太远 就从他所给的讲义之中 去找出那一课 第一堂课的佛的 那个体材里面的这个答案 然后我会从里面 再拿出这个体材 来用日常生活的一些问题来发问 你们可以自由发挥 明白吗 我不能够把六个问题 把十个问题丢给六组 然后讲来讲去 都是这样这样这样 一直这样 我不要 明白吗 你看我讲佛 佛是觉悟者 然后doctor进的第二组回答 又像第三组回答一样 因为那个是很facts 已经是这样facts来的嘛 但是 我就不要这样子 我要的就是 每一个不同的体材 做不同的问答 ok 如果你们好像有趣 比如我的问题 我说佛对你的生命有什么启示 你觉得另外一组要当天 一起回答也可以 所以我会把题目放上去 然后你可以 那我又有一个启示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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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 所以我们还是给大家有机会在 不是说那15个人就交流 我们就静静听 哎 我觉得我对这个课题 有一点意见 有一点发表的 然后我也讲出我的心声 那这样一个做法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观点 这个是最重要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Doctor Jin的那个题目 他他的题目不会离得太远 因为是一个facts嘛 知道吗 他的答案就在 你们可以找出来 他离不开 但是我的问题就会很大的分别 很大的申诉性 啊 ok我跟你讲 你要用什么方式跟别人分享佛 因为他有不同意 我会有这种问题的 我就是很多问题给 你们就讲 然后我会之前放上去 然后你们这个问题我有兴趣 到时候大家讲完 哎 我有一个星期就讲 这样 我也有这样的五题 这样五题 我看如果五题 觉得拉得太远 不要紧 我以后就慢慢说四题四题 如果五题不够 就六题六题 看看咯 好不好 我们慢慢改进 我觉得这样子 大家会很快的进步了 ok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不明白吗 尤其组长 你们知道怎样领导了吗 中村应该有进来吧 我已经讲了 中村 还有有问题吗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继续 我们的佛也智慧了 阿弥陀佛 好 等着请 阿弥陀佛 谢谢老师的开始 师兄佛有没有晚上好 不要紧张 很简单 不然 ok 来 我们再开始 现在上一课的 那个 上一课的课 大家有什么想要拿出来讨论一下的吗 有吗 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我再请我想问一下 你们讲那个妄想 你们讲的妄想 可不可以是一种好的妄想呢 不一定是坏的妄想来的吗 尤其是现在在 我可以想一想 那叫妄想 那个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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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不好的 那个妄想 都白乐梦吗 那个叫妄想 他的definition就是说 颠倒的思想 颠倒的思想 不会是好的 都讲你是颠倒的思想 胡思乱想颠倒的 不是正确的 你发白日梦 那个是你都是想好的 那个是你幻想 自己想出来 自己想出来的 妄想是颠倒的 幻想是 无中生有的 明白吗 忘和幻 上个礼拜我的发音不准 妄想 还有什么问题吗 Dr. Chin 说就是讲这个妄想和幻想 这种都是一个 不属实的一个东西 就是其实我们都不要的 对不对 妄想呢 其实 妄想是 那个东西是存在的 但是你把它的意识颠倒 明白吗 所以变成好像不正不对 幻想的是 不存在的东西 你自己create出来的 想出来的 对对对 所以两个都是不OK的 都是不对的 你妄想太多 你看我们修学 我们一直强调要有正念 要有正见 所以我们是不允许 有妄想 幻想那个是你喜欢 没有人可以控制 你每天在那边 用肥量来幻想也没人知道 是你自己知道罢了 你的第六意识那边 用你的那个肥量来 想懂想息 没人知道的 你自己知道不了 浪费你的狭满人生 OK 还有什么想要问的 拿出来讨论一下 有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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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接下去了 我们要怎样知道 这个是妄想还是幻想 什么 怎样知道 它是妄想还是幻想 因为如果不知道 正和对和不对的时候 因为 所以就是要你有 来闻思修 你就知道 你所持的 是不是正念 是吗 要你上课就要你知道 从无人思修 你就知道什么是正念 不是妄想 幻想 那个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 是你自己的第六意识 去乱乱想的 你的第六意识 用肥量想出来的 没有人可以控制 而且那些东西 不实在的东西 像你现在坐在那边 你想等一下 明天我有100万 可能吗 不可能的吗 对吗 这个就是幻想 OK 还有什么吗 OK 怎么讲近的 没有东西 OK 这样我们就 进入今天的 课程了 其实这些都是在 复习了 现在的课程呢 你们假如有我以前的那些讲义呢 你们拿来看一看 很多都不一样的 现在我找的资料呢 会比较倾向于日常生活中 你们告诉你们 在日常生活中 怎样去用这些 这些法译 OK 五蕴 十二处 十八节 等一下 再download 有了 OK 我没有去看那个荧幕 因为它刺眼 OK 五蕴 十二处 十八节 五蕴 大家还记得了 是色 受想形式 也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根深 这个身心 五蕴 中除了第一个色蕴 是属于物质性的 事物现象之外 其一四蕴 都属于精神现象 就是这个五蕴 这个色 受想形式里面 就包括了身 心 身就是我们的色 受想形式 是我们的心 以前的佛教呢 他没有把 原始佛教 他没有把心王心所 拿出来讲得这么轻 所以呢 他只是很笼统的 把受想形式 归于这个精神的活动 到后期的佛教呢 就把它 发展为 讲到这个八四心王 和五十一个心所 就分得很清楚了 之前只是笼统讲的 色受想形式 这边还讲到 五蕴中 他 无想的关系 这色受想形式 到底有什么关系 五蕴中的色蕴 我们讲色 其实你知道 上次色法的时候 我们讲过 有直爱的东西 就是色 就是有一个东西 可以占有一个空间 就是色 这个五蕴中的这个色呢 它又分为 内色和外色 内色 就是我们的根 我们的眼耳鼻舌身 那个根 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嘛 我们叫内色 外层 外境 那个色身相味处 我们的外境 那些 它叫做 外色 就是说 所以呢 所谓的内色 以外色 就是根和静 静和尘的意思是一样的 我们为什么叫它外尘呢 因为这些外境 会影响我们 让我们生起烦恼 会污染我们的心 就好像灰尘这样 会污染我们的东西 这个烦恼 污染着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叫它外尘 这个尘的意思 就是这样子来的 它跟你们看到外境 就是外尘的意思 我们的五根 眼耳鼻舌身 接触到这个五境 就起了这个五四 就是那个受想行事的那个四 OK 然后有了这个四 我们上那个白法明门论 你们讲的已经很清楚了 眼睛看到东西 然后你知道你看到了什么 然后就会升起了 接下来就受想和行 你一接触到 你接受了 你就有苦 乐和舍 三种感受就升起来了 然后就是说 我们接触到了 我们就会 升起喜欢不喜欢 不喜欢的就眼力 他喜欢的就爱着他 那个 也不觉得喜欢 也不觉得讨厌的 这个叫做舍受 OK 然后你一接触到了外境之后 我们的心里就会 心里就会同时勾起种种的形象 给他们种种的名称 就是所谓的想 我们在读那个新锁的时候 就这个就是想新锁 然后你就会形容你看到什么 那个东西叫什么名字 全部形容出来 OK 然后呢 有了这些东西之后 安立名言后 就是说你给了一个名字之后 描述了之后 加上你的那个地区式的我值 那些就来了 加上烦恼 或者是你的那个作意 是跟那个烦恼 响应的 你就会生起烦恼 起了烦恼 然后其他的心锁就来了 你就会生起 善或者恶的心 那个丝的心锁起来了 然后就会发动 我们的身口意去照业 发动身口意去照业 我这边写少一句 就是这个五印里面的行 行 OK 所以我刚才有讲过 原始佛跳 没有把这个心王心锁 讲那么清楚 所以只是讲 受想形式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受想形式 把它分成心王 和五十一个心锁来讲 OK 这个就是五印 受想形式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 一直延续不断的在活动 OK 就这个身和心物质 我们这个根深和我们的精神活动 OK 这个五印呢 它告诉我们什么呢 五印的真相是告诉我们什么呢 你们看 因为我们五印中的每一念 都在生灭变化 所以它是无常的 我们的心念 我们的念头一直在变化 OK 所以因为它无常 每一念生起后 终归会消灭 所以很苦 给你想到很开心 很开心的 等一下你又 突然间 你又想到别的 无常的东西总是苦 你不能够控制的 你不能够永远拥有它的 你不能够永远去享受的 这个都是苦 总会消灭的 因为在五印的聚合中 任何的一个东西都不是常的 不是独立的 而且没有主人 没有人控制 它一直随着因缘生命 所以无我 这个叫做无我 因为五印是因缘所生 因缘所生的东西 没有自信 无自信 所以恐 OK 这个五印的真相呢 告诉我们什么呢 上一轮我们讲的那个 四个颠倒 我们呢 总之觉得 这个世界是常乐我境的 OK 其实这个世界呢 是无常的 是苦的 是无我的 是恐的 你们会联想到 这个你们自己联想 跟那个三法印 OK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寂静涅盘 寂静涅盘就是 到后来都是恐的 一切都是无常的 无我的 多一个大乘佛教里面 多一个四法印 最后一个法印就是 有受皆苦 或者是一切都是苦的 变成四个法印 这个三法印呢 是小乘佛教开始的 大乘呢 就加这个有受皆苦 所以一切都是苦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身心的真相了 我们还是很执着着它 还是很爱着这个身体 爱着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OK 所以讲来 讲到 为了这个五蕴的真相呢 就是叫我们 不要这么执着 五蕴的意义 五蕴这个概念的提出呢 是要表明 在这个五蕴之外 不存在独立的我 或者是永恒不变的主体 没有一样是永恒的 世间所谓的我 我们这个我 只是五蕴暂时的和合 我呢 实际上并不存在 而我们人之所以有痛苦 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 一直把这个五蕴 认作实在的我 或者是不变的主体来执着 一直执着这个我是真实的 有的 我可以控制一切 我可以主宰一切 OK 就像很简单的 现在这个疫情 我们根本都不能够掌控 根本都不能够说 我不要中 不可能 虽然是这个身体是你的 你也不可能 叫他不要变老 不要生病 不要这么 不要去喜欢一个人 不要去讨论一个人 很难 OK 这个就是五蕴的意义 就是要我们知道 这个身心也是因缘和合而成的 是假的 不要这样去执着 四念处 以五蕴为主 OK 我们现在 我现在讲的课 都是把这些佛法 全部尽量的跟它 联系在一起 四念处 以五蕴为主的 而分身受心法 四个方面来 思维观察 身 四念处的身 观身不尽 就是跟这个色运 有关系 观受是苦 就是跟我们的受孕 就是跟我们的受孕 有关系 观心无常 就是我们那个四 四孕 就是我们的心王 心所 记得 应该五蕴比较简单 心 这个四 你看这个四 就是关系到我们的 八四 跟那些心王 那个心所 法呢 这个 观法 五我呢 就是五蕴里面的 想和行 这两个蕴 你看 我们在五蕴 刚才有提到 五蕴这个想呢 是我们看到的东西之后 我们去想它 我们假明安利它 所以你们知道 这个假明安利的东西 都不是真正存在的 明白吗 所以 这个法呢 就是要告诉你是 无我的 没有一样东西 有自信的 行呢 就是我们的动作 去造业 OK 你去造业 也是你这个假我去造业 OK 也是 一个 你要知道 你所造的业呢 其实假如你们有记得 我们以前念那个 地藏宝灿的时候 它有几句话 三界为心 万法为世 物为心之庙里 假如我们可以了解 我们这个心呢 其实是 不真实的 是我们的八世变出来的 一切东西都是八世变出来的 不真实 假如你明白这个道理呢 最福总是空花 你做 你得到的福 你造的业 到后来都是空的 但是这也不表示说 我造的 最造的恶业 也是空的 OK 也不要说因为这样而去造业 明白吗 只是你不要这样执着 OK 所以呢 这个你们可以慢慢去观想 联想这个五蕴 跟这个四面处 是有什么关系 众生对这个身受心法 这四个劲 身体四种颠倒 刚才我提到的 这个常乐我劲 我们以为我们这个身体是劲的 我们的感受是快乐的 我们的心呢 是恒长的 现象呢 是有自体的 由此我们产生了谈爱无名 四面处呢 就是让众生认识到自身 自身是不尽的 是苦的 心事是无常的 法都是无我的 而减少烦恼 引发病慧 好像刚才我讲到那个 那个法那边 四面处的法 是跟我们的五蕴的想和行 这个恶印有关系 法一切 我们是观法无我 就是说 我们做一样东西 你没一样动作 其实呢 做了过后就没有了 对吗 也不是你真正用你这个 是啊 是你用你这个人去做 你这个心去做 我想要带出了意思 就是说 我给一个例子 就是说 好像你看到 一个小孩子做错事 你去打他 你觉得有用吗 你打他 他的身体是痛 但是 他不知道 他的是因为他的行为 他所做的东西是不对的 但是你没有指出 他的行为是不对的 有可能你有讲出来 但是 你用体罚的方式 你去打他 你打他那个 那个夹我的身体 他会痛 但是 他的 你有了解到 你有想到吗 他的心 他的心是 他接受你打他吗 所以呢 我们呢 在做任何 动作方面 在讲任何 语言方面 我们都要了解到 一切的东西呢 其实都是不真实的 你打一个人 其实 好像教小孩子 我不接受 打这个方式 你打他 假如他心是没有改变 也是没有用啊 对吗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们是要纠正 他的行为 不是打 因为那个身体 也是假我来的 然后那个心是 你打不到 他的心是的了 我认为 老师有什么 可以在这边 帮我解释一下吗 我也是 在这个问题上 卡着 打 打孩子 这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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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孩子 如果以身作则 以心是 改变他的思维 是正确的一个教育 如果你说用打的话 我觉得 对我来讲 我也不喜欢用这种方式 因为打呢 会造就很多 孩子们的心灵 或者他们的思维上的一个 不满啊 就产生更恶的缘 这个是题外的一个说法啦 但是 我还是要 在这里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你们知道什么叫五蕴吗 我相信很多事情 就在那摸着头 因为这个是进入复习 但是如果你们 没有参加我们初学 或者没有听过 你们不知道什么叫做五蕴的 你们知道什么五蕴吗 你们会讲什么是五蕴 你们给老师这样的一个答案 什么是五蕴吗 你知道 OK 你表面认识知道 摄受想行事 这就是五蕴 对 五蕴 不是这样的理解的 真正 这个五蕴 就是我们 有情众生的 合合起来 变成一个 有情众生 人 我 我 我是什么 形成的 摄受想行事 这个五蕴 就是形成了 我这个人生 所有的 包括狗啊 猫啊 有情的众生 都有这个五蕴 继继成 继合 蕴是继合起来的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物质 这个物质就是这个身体 受想行事 是精神层次 所以我现在再强调一下 再讲下去 你们就明了 不然你们我看我很多是说 五蕴到底是什么 其实五蕴就是你现在 所拥有的这个色身 不是说只是这个身体 它有色身 它也包含着四个层次的精神意识 所以五蕴合起来就变成 我们这个我 所以我们就每个人就抓住 这是我 我 我 其实不是 这个四大合合 色没有了 受想行事没有了 你是什么 对吗 所以这里我们要表达出来的 就告诉你 我们这个不管是这个色心恶法 其实色和心法 是两个我们在学佛之中 最大的一个课题 它是一个以宙万有的 心法就讲到四法 就是我们曾经讲过 百法宁伦的 但是色法就是我们所说五蕴 十二处 十八戒 就是今天的课 那么五蕴 所以你们明白五蕴是什么 五蕴就是你 我们就抓这个是我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根本上就是 这个五种东西 合起来 一种就是我的色 就是我们这个四大的色 受想行事精神的 合起来变成我 所以在修学上的这个 五我 它是一个概念 你要理解 五我是一个概念 没有啊 我明明在这里说我五我 当然 你用色相来讲就有我 但是你深入的去思维 五我透由空性去理解的话 这个五蕴是没有的 照见五蕴皆空 这个五蕴到最后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在修学上就要更深入 明白了之后呢 你就能够深入了 就达哥金所说的 你说你打孩子 骂孩子 谁见你打骂 你会造就他 里面的这个思维上的一个 加强的一个模糊 而不是说 你没有去教育他思维上的改变 那我们说打是痛 痛就会产生懊恼 懊恼的话 他不会跟你分析 他会更生气 那倒不如我用意识心 去开解他 去讲他 改变他多生 储存在意识里面的 所有的不好的习气 这个就是说 我能够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分析 所以到这里我跟你们讲 我相信很多时候就明白 再讲下去你们就明白了 所以我们讲的五蕴法 五蕴十二处十八戒 再将来就是设法来的 明白了吗 OK 明白吗 五蕴就是根深 我们这个根深 身体 那是根深 身体 讲简单的身体 身体 它是怎样来的 我问你 是因言和和来的 是受想行 是五种 集合起来 我们才有这个身体 动物也是 总是有群众生就五蕴即合 才能够成为一个我 我们很颠倒 这个是我 他没有想到这个是附近母血形成的 然后我们的无名形成的 然后我们一进到来 我们的意识 一大事就作用了 就带动所有的意识心在走了 新王座了 新所来了 原来是没有的 对吗 意思整体来讲 就是我们这个身体 其实是会磨灭的 我们也不用太执着于它 所以好好的利用它就对了 OK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发问 这个是五蕴里面这个色 然后你们还记得我讲过那个 是四大合合而成的吗 你这个身体是怎样来的 地水火烘组成的 明白吗 地是我们的骨头啊 那些硬的东西 水呢是我们的血液啊 会流动的 流动的东西 火呢是我们的体温 有热的 你记得这样就好了 所以就形成了你这个 这个的人生 色 这个叫做色 你的受想形式 就是你的精神活动 但是我提到吗 以前只是讲受想形式 后来就变成 新王新所 你就知道了一大堆的东西 Kelvin刚才你讲什么 一个是因 一个是果吗 就是他自己讲过 那个另外 不是吗 怎么讲一个因是果 我没有讲这个啊 你受想形式 那个 那个是你的行为 和你的一个想法 而你在接受到的 你的一个 你的观念和你的那个 之前我们所收到的 一些价值观还是什么 反正我是想 我想讲的是刚才 最近讲打孩子的那个问题 那个刚才不是讲说 打孩子 是他的身体 你打他们 应不应该打孩子 做错的时候 我是看法 是说 首先我们要 如果是 如果是个孩子 他本身也是一个个体的话 那么他对还是错 那么其实应该是 应该是他自己去处理 还是我们去帮他处理 因为如果是帮 那么他对和是错 是我们去决定 他对还是错 还是他自己要去衡量 这个东西对还是错 如果在我们的价值观 这个是错的 这样未必 如果在他的角度 看未必是错的 有可能 像我们打了 不是你冤枉 你要去盖他 不知道我的看法 可以 OK 刚才老师 已经解释了很清楚了 那个 五蕴 大家记得 讲到五蕴 就是我们这个身体 OK 然后你看 他把这个四面处 跟这个五蕴 怎样连接起来呢 我们用四面处 记得 我们先透过对色的观察 色蕴 包含内色与外色 刚才有提到 内色就是眼耳鼻色 生我们的五根 就是我们所依靠生活的根深 就是我们这个身体 OK 我们这个身体 外色呢 就是色身相畏处五镜 OK 这个五个外镜 我们先观察 四大甲合的色身 是不净的 我们这个身体 是刚才所提的 地球火风 合合起来的 是不干净的 然后再观察 一切色相 我们这个外面的色相 都是无偿的 而无偿 就是苦咯 苦呢 它有弊薄性 有不安定性 有不切然性 就是说 苦很 避着你 你觉得它很 很让你苦到 你好像避着你 你没有地方 不能够透气 这样子 然后很不安定的 让你感觉到 很不安定的 然后你不切然的 你就不能够去掌控的 于是在这个苦的当下 你去证明 众生本来无我 因为无法掌控 所以你才会觉得苦 所以呢 就可以证明说 这个我们本来就是 这个我都是假的嘛 假如你是真的 有一个我的话 你就能够掌控了 你就不会苦了 ok 我不要苦 不能的 因为这些都是 因缘合合而成的东西 我们的外境什么 本下我讲到 那个言起的时候 你们知道为什么 我们这个人生 都是苦的 内在中 既不存在一个人掌控的我 外在中 就没有一个属于我的形体 同样的 对受想行事 四个运 你一样的 如实观察 你就不会起烦恼了 就是说 我们既然知道 我没有一个真实的我 能够掌控一切 你就不要去在乎 这个有一个 形状的我在那边 讲来讲去 就是叫你放下 我执 佛法讲到十二处 你们实际上看到 这个十二处 有的 以前的 比较旧的经典 它写十二入 进入的入 入门的入 佛法将人的六种感觉 认识器官 和认识的对象 分成十二类 我们感觉 认识的器官是什么 就是我们眼根 耳根 鼻根 舌根 身根 意根 这个我们称为六根 有的时候 有些经典会写 内六入 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 它叫内六入 它叫内六处 认识的对象 它是我们的索颜禁 之前我讲过 索颜禁是什么 这是我们 替颜的外境 OK OK 设身相畏处法 称为六成 或者是外 外六处 因为是在外面的 我们这个六根 以六成 我们称它为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十二个法 是 四孕六四 身体的地方 你要有这个六根 要有这个六成 你才能够 身体六四 就是我们受想 受想 行四 里面这个四 你才能够 身体 Vincent 起手是吗 OK Vincent 你要讲什么 其实刚才是 那个问题就是五蕴 是受我们的 五蕴就是我们身体 是怎样操作 就是那个是我 然后我要问的就是 他把我们的法身 毁命是哪一部分呢 老师 他没有上那个班 他没有上灵修 法身毁 法身你解释 我也解释过了 你做解释 法身毁命 就是你的灵魂 简单的讲 我们 你不用佛法的 意思来讲 就是你的灵魂 你用佛法来讲 就是你的自信 你的本性 你的如来本性 你的第八四 明白吗 你的心事 这个叫做 那个 刚才你讲什么 法身毁命 法身毁命就是第八四 明白吗 八四 我们的命啊 就是好听一点 我们佛法 我们叫做法身毁命 因为我们一直认为 我们的第八四 我们本来的 如来本性 是清净的嘛 然后佛 佛正到他 就于内藩境界 他很清净的时候 我们叫做 他得到法身 对吗 所以我们把 在佛教里面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命 叫做法身毁命 我们本来 我们第八四 应该是清净的 这是因为有烦恼污 我们才变成凡夫 对吗 对吗 这样子是那个 那个第八四 或者是法身毁命 是属于 part of the 武运吗 OK 我讲 明文 自信 法身毁命 还有我们的 第八四 同一个 一样的 同一则 我们不敢说 你的灵魂 因为我们有修学 我们把我们的 这个八四田 我们的七八四 意思呢 称为 法身毁命 所以法身毁命 讲的就是 你的自信 我常在 什么的自信 你们的法身毁命 就是你们的自信 你们的第八四 真正的储存 做我们的店员 我们本来的地店 我们的店员 我们现在有一个刹头 刹着我们 六七四 七八四 刹在六四里面 所以六四在前面 那个刹头一刹掉 我们要掉了 我们只剩下法身毁命 明白吗 现在我们的五印的时候 八四已经在一起 连 那个刹头 连在了 那个店员里面 变成一个 整个呢 就是一个 现在的五印神 它包含着 法身毁命 都在八四 法身毁命 操重着 整个 我们的这个 五印 知道吗 所以你看我们的 八四 其实太广大了 它是一个 持着很多种子的 它是一个生命线 它是一个店员 那个店员 没有一个刹头 你刹下去的话 我们的生命完毕了 刹头一断了 我们的只剩下 我们的法身毁命了 明白吗 所以法身毁命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你的 我们所谓的灵魂 讲不好 听很多人说是鬼啊 不是啦 人们不敢这样讲 我们灵魂 我也不叫灵魂 法身毁命 八四 你讲的那个五印 你看 色 色是我们的这个色身 受想行事 就是整个我们的心王心所 意识身 我们的精神 对 刚才我有提起吗 原始佛叫他 没有把心王心所 这东西讲出来 他很笼统地把整个身心活动 放在受想行事这四个部分 然后到后来的佛教 他就把这个四这一边 受想行事就分到很清楚 就是我们之前写的那个 八四新王和五十一个心所 你看这个受也是在心所里面吗 想也是在心所里面吗 就在那个心所里面 明白吗 也就是 明白了 也就是 你在白法宁人 我们有心法心王 我们也学过心法心王心所 大家白法宁人 心法心王设法 那什么叫心王心法 这个我们都讲过了 不过以后有复习的时候 我相信可以继续地讲 好像你看 我们的设法 设法是怎么样来的 我们看到东西设法 就是我们的心王 我们的心所合起来的一个现象 就是一个设法 你看吗 就好像你看 五印 五印其实就是一个 印就是一个设法 五印就是一个设法 那为什么 因为是心和心所两个合起来 一个现象出来了 他也是假我的 那个以后我们再谈 要谈下去太长了 所以你知道什么叫法生命命吗 因为阿爸有说法生命命是什么 其实就是心法师 明白了 Thank you Thank you老师 那个名词 OK Adeline Dr.Chin老师 我想问一下 我们所谓的原始佛教 和心的这个 现在我们所听的这些法 它的区别 真正的区别是在哪里 原始佛教 我们是refer to 释迦摩尼佛讲的法 是吗 对 那个时候讲的 我们现在讲的 也是释迦摩尼佛讲的法 是吗 他怎样是 他原始佛教 执修 对 他没有威力文字的 对 他只是讲出了 然后他这些布派 什么上座布下座布上 上座我不是有讲过吗 怎么分成这个上座布 南床北床 什么床 什么床 这个到后来才这样子的 是后来他们的一些论文 加下去 这样子 这样子就形成了现在的这个 对 其实佛陀一证悟的时候 他只是讲四圣地 他是佛陀 其实他是去观这个十二英年 原始观他证悟的 他一证悟之后 等一下我接下来我会讲到 他就觉得这个 这个这个原始观 对我们这些凡夫来讲 也可能是太深奥了 所以他就先讲苦祭灭道 先讲四圣地 让我们了解 他才接下去 才从这个十二英年那边再发展发展出来 等一下我会讲到十二英年跟四圣地 哪一部分会令到的 原始佛教只是 要我们自己这样修 不像我们 就是说有很多人就不能接受 就是说为什么现在我们有很多 法会 这些仪式 那些仪式 所以那些跟原始佛教的 他们是不大接受这种的 他们只是持着 那个四圣地 四念处 五庭新观来修 他们不接受其他这么多 好像他们讲的很多东西 这样子 明白吗 我们波耶波罗密多 心经那个部分 也是在 释迦摩尼佛讲的吗 对啊 那个也是 它是波也 波 那个心经 它是整个波也经 里面他讲的二十二年 它里面拿出来的两百八十六十多 两百六十多 两百六十八个字 它这个是有一个典故的 对 它这个叫一个皇帝 叫一个 看谁有本领 把这个波也经 塑的最短 它这个就有本领 把它塑的 没有的改 没有的好改 已经是perfect了 对 OK 那个后来 将来我们有机会 我们会讲到心经 心经是讲空性的 还有什么问题 想要讨论的吗 有一个chat 我希望说 你们在上课的 那个当下要有互动 就比方说 你看 有很多师兄 他们对前面 也可能会忘记了 所以你看到一些字眼 你拿题出来 谈一谈 大家会record back 就是会回想 回顾起 原来是这样 是这样 不然你们就只是跟着字眼 因为如果是 Dr.Kin prepare了这个字眼上的话 如果不加以解释 很多师兄 他们不明了的 因为字眼蛮深的 所以你们能够提出来 问这一季是什么 然后我们就可以 把它再次的重复性的 再跟你们提醒 提醒 这样我们要的 不是说要有很多体材 我们是要一个实际性的 进入我们的意识心 然后我们真的利用 这样的一个意识 去修学 才有正整 达到佛的教义 对吗 你懂得很多 没有用的 你不知道这个到底 什么要怎样修 你不懂 你知道五元十二处 那十二处是什么 十八戒是什么 你要清楚什么叫十二处 根气就是六处 另外的外境所左沿 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另外六处 内处外处加起来就十二处 十二处加上一个四就十八戒 你就原来是这样 到最后这个也没有的 什么都没有的 所以心经也是很深度的讲这个 以后也就我们再讲 但我希望说你们明白 因为十二处你讲 很多我相信 什么十二处 十二处就记得咯 我们的眼耳比蛇生异咯 蛇生相畏处法咯 够了 这样你就知道 原来我的眼睛 眼 色 眼去看东西的 眼色 耳 瘦 耳什么 色 瘦 想 不是 眼耳 色 眼耳比蛇生异 蛇生相畏处法 你就这样去想 你就原来 这叫做十二处 你就会记得 记得你就会思维咯 这样子才有用 而不是现在读了 等一下明天问你 什么十二处 你又忘记了 你们用你们自己 明白的字体 去想 去想 去记 不用去记那个法医的名字 OK 我们真的是很想你们了解 了解 了解 要明白 不要去记 不需要去记那个名字 假如你们真的记不了的话 不要紧的 以后人家问你 什么是五印 五印就是我这个身体咯 这样讲就可以了 你就OK了 我知道 这样你就懂得 你就会去思维 而不需要去 弄到自己这样混乱 好吗 不要卡在文字上 文字本身就是空的 是没有的 只不方便说 佛方便说 所以带出来给你们 其实一切都是违心照 对吧 所以这里到这里 你们有什么十二处 明白了没有 清清楚楚了吧 有吗 你看从五印 它发展去十二处 OK 你的身体里面有颜耳鼻舌身 这个根 然后发展到外境 开始我们现在开始了 外境了 我们的五根接触外境了 就接下来会生起六四 就是六根 这个叫做根近四 你们在经典里面时代看到这三个字的 有根 我们的根接触近 这个叫做十八戒了 六乘三 十八 十八戒 OK 十二处身体六四 我们统称为十八戒 OK 六根 六成六四 六三 十八戒 称为十八戒 这个是属于人身心所有之法 一讲到十八戒 已经讲到完了 全部了 身也在里面了 心也在里面了 十八戒是一切不善法的根本 是一切苦恶烦恼的原因 所以你们进那里想 我们的身体 从身体五蕴这个身体想起 然后很多心王心所进来就去照业 所以这些就是苦恶烦恼的原因 这个十八戒 一切不善法的根本 从那边出来的 我们世间一切事物 无不因为这根近四三种作用变化 而物成因果辗转无穷 就是说这个眼根 讲一个 我们的五根跟外经接触 升起这个六四 这边里面就形成了 这个世间的一切法 五蕴十二处十八戒 是佛教对人生与世界的看法 五蕴是用以分析众生的生命现象 刚才我们讲得很清楚了 五蕴就是我们这个生命 十二处是用以分析认识活动的产生与发展 讲到十二处记得 我们的六根和六成 我们的六根 你要有这个根 眼根耳根比 跟这些根接触外层 你才知道你这个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事 OK 然后十八戒就是以认识活动为中心 我们对一切万法进行总概述于说明 我们这个六根六成六四 全部在一起了之后 我们这个身体才能够有作用 精神跟这个色身才会有作用 你才知道你这个世界 你处在这个世界到底是怎样的 你的身心是在 你每天在做什么 明白吗 是说说明一切的 有违法和无违法 你身在的这个世界 这个环境 OK 三科 这个五印十二处十八戒 我们叫三科 在佛教里面它叫三科 三科之间呢 互相依赖 互相存在的 你不可以缺少一样的 我们学习这三科的目的在于 要破除我之 掌握无我的真理 掌握佛教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OK 人生观就是说 延起星空的 接下来了 OK 这个延起观 我们时常听到的延起星空 然后 Dr. Chin 你让我补充一下那个 延起观还没有 因为这个课程是蛮有趣的 我也希望你们抓紧这几个字眼 和掌握住这个所有的境界之后 你才可以进入到延起星空 不让你的延起星空再讲下去 他们抓不到的 所以我们也大知道我们整个生命的形成 就是过去世 延续了今世的生命 我们的新索新亡 我们也曾经上过 大家都知道 新亡就是八十 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十二处呢 都是由我们的六这个生命的操作 为生活的层次而修 我们的起心动念 我们的喜怒哀乐 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知识 我们向外援所给我们的影响 我们向外援攀援的 这就是六处所作 所以你要记得 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六四里面呢 是生活的一个修行 生活的一个层次呢 因为就是因为我们的六根门 和我们的六层 外境和六四 而形成了我们今天 我们自己为生活 为我们的外境的喜怒哀乐 我们的起心动念 这个外境美不美啊 好不好啊 我们一直向外攀 向外攀 向外攀 这记得前面的六四里面 所谓的十八界里面 它完全是现在生活的一种层次 现在我们这个人生有了一个层次 你没有了这个人生的话呢 你这个十八界完全是没有 你留下的只是一个真正的下面的生命 延续的生命的层次 所以生活的层次和生命的层次 我喜欢分成两个部分 一到第 就是十八界是记得 是生活的层次 活着 生着 活着的层次 它跟生命的层次不同 生命的层次就更下面一层 就是七八四 七八两四 所以你现在我们要 为什么我们要突破这个六四 是空的 我们要了解这个生命生活 活着的 没有活着 这个没有的 你知道你才会跑到远起星空去 不然你不知道什么叫远起星空 对吗 所以我很简单用生活化的方式告诉你们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前面 刚才德哥所说的十八界 完全是我们的生活的层次 它带动着我们的外境的影响 带动着我们向外攀缘 带动着我们的起星动念 带动着我们的喜怒哀乐 但是我们这个东西 我们的生命结束的时候 我们这一个生活结束 层次结束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没有的 但是我们如果不会再借下去 思维所谓的一切为法人我法空 这个东西 它虽然没有十八界不见了 但是你的意识很可怕的 它就会带到你法室去 永远又在生命的层次上 轮回了 明白吗 所以远起星空这个东西呢 要讲下去太多来讲 我只要你们明白什么 这个十八界它到底在哪里操作 只在生活层次上操作 离开了生命就没有十八界 就是这么简单 OK 生命要掉了 错了没有了 所以我们要把它怎样 把它弄好它 利用它 好好的来给我们的生命 更有价值性的延续下来 到这里我加强一下 给你们去思维一下 明白了吗 OK有什么问题 好像blurblur这样 明白吗 所以我很简单的 大概知道 不是Andy Adeline 所以说刚才我都心断了 可能我没有听完老师讲了 所以我是讲 OK我们虽然这个十八界 因为凡人我们的思维 或者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习气那些种种 它就给我们很多颠倒的 颠倒的那个 那个 进虚 但是我在想 那个十八界 如果我们纠正了我们这个思维的时候 是不是在那个processing 它也是帮我们积极治疗的 对不对这样讲 是是是对 它是生活的修行 对所以我刚才最后跟你们说 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利用 这个十八界来把你的生命 更有价值的延续着去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 很奇怪的 我们很会用这个十八界呢 一直把这个法呢 认为人我 是我的 所以这个是 讲到延起星空那一边的话 你就知道这个十八界 对我们起的很大的一个作用 它总是非常粗俗的 向外攀缘 受外境影响 起心动念 就在这一边 如果你的 你的生命的元气 元气不够强的话 你的这个生命的活力 那个染污很深的话 你的心胸不够扩大 你根本修不出来的 所以你们现在要很清楚的 就是这个十八界本身 它对我们的生命层次 是非常大的影响 但是它现在只是在 生活层次上的一个表态 我们要懂得把这个表态 把它进化 为什么我要带你们去进化 为什么要带你们忏悔 为什么要 我们要进入更细腻的 去了解整个法医 而延起星空法 之后我们就会把这个十八界 好好的这个用 应用它 这样的意思 我们不要去被操控 因为人就是因为这个 我人我二空 不能二空 所以就每次就被外言 这样攀着 攀着 攀着 结果呢就很痛苦 对吗 好 到这里明白了没有 先明明我们才可以 加下来讲 所以我很清楚 今天我觉得你们受益 五蕴啊 十二出啊 十八界 OK 它有什么作用 它就是我现在生命的层次 你就知道了 生命一拖了 这个都没有了 五蕴也没有了 十二出也没有 十八界也没有了 只要它那个岔头一 下来六七两四 七八两四一离开 什么都没有了 对吗 你理解这个就好 到现在 然后我们才进入这个 所谓的延期法 OK 所以老师 我们在讲这个十八界里面 那个四 就是我们每次所讲的 那个六四 对不对 一到六四 那个六四 所以我们因为要靠 我们的六四来转化的 对 要了别 来分我们的那个 前五四 其实我们讲前五四 就是着一分别 分别了别 还有了别的功能 第六四 他说外境嘛 外境所影响 外境所影响 然后呢 这个六四就做了别 做分别 所以还是六四是最大的 最大的工程在六四 但是我跟你讲 其实整个巴士 最大的电能来自巴士 你能够了别 也是巴士田里面 曾经已经储存下来的 所以是在灵修上 我常跟你们分析 在这里再讲 你们就很难去理解 但是只要记得 你只要记得 一到六四是什么就好了 十八界是什么就好了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 要特别强调 这个十二处和十八界 这个是对我们的人生的 一个改观 生活的改观 对我们生命的改观 它是扮演出 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这个 这个功德 为什么因为 它的了别 那个第六四的 了别功能 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的了别功能不够 你的心不够的话 你很难去 给外 你很容易被外境抓住 你会颠倒 你会着想 那你会很痛苦 烦恼就来 执着就来 这样子 因为不了解 什么叫做 这个东西的 一个因缘和和的 一个因缘 对吗 所以到这里 有问题 我要了解你们 到这里有问题 我们不赶时间 但是我要你们 深入了解 做这样的一个 深入了解 我明白了 你们用你们的思维去明白 你不用用语言来去 像我们这样来讲到 这么深入不用 你们就明白就好了 OK 有明白 有 抓得到吗 抓得到吗 秀英你抓得到吗 因为十八阶就是英文是 Reham 所以跟那个十二的 就是connect的 十二的什么 十二处 十二处 十八阶里面 十二就是十八阶里面的 六根六成 他不是十二阶员 有很多人以为十二处 你讲十二阶员不同 不是 不是 十八 十八是跟十二处 是一样的 要分开 没有分开 他的term是分开的 他的term是六加六加六 所以我们一般上就是 OK 我们说我们的六根 言 耳 比 十 身 一 对吗 六个对不对 你知道吗 OK 你的眼用来做什么的 看 看的 色对吗 object对吗 object对吗 那为什么你的眼睛 看这个object 你知道这个是花 比方说这个是水平 你的眼睛 看这个水平 谁告诉你这个是水平 中间有一个 是 就是叫眼是 所以这个是 这个加这个加这个 是不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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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是不是 十八 对 就这样子了 我知道 我知道 这个 然后 又要那个十二处呢 他分开来讲 他只是讲内进和外进 内设和外设的讲法 OK 内设和外设要中间一个wire来connect一下 他才可以变成是法 明白吗 因为你看啊 眼睛 看这个 这个 这个是瓶子 是分别 你的分别和我的分别不同 哦 我不喜欢这个 我喜欢啊 这个漂亮 你不漂亮啊 这个中间这个是 就很特别 啊 所以我们会把它分开来讲 意思说 这个耳朵肯定是听声 这个两 一个处 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两个处了吗 但是这个是呢 耳是呢 它就分别很大了 所以我们把它分开来讲的原因就是这样 明白吗 所以十八戒就是啊 我们分开来讲是十二处 十二处是一定的 耳朵一定听声音 是是分别的 所以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我们分开来讲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 OK 它的名字 你看啊 Angie 它的名字 十二处 处就是place的意思 这十二个地方 这十二个地方 是升起 我们的六个sense的地方 OK 我们要有这十二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升起我们的那个4 明白吗 你要有根和外境 你才可以有那个 六根六处 就是在十二吗 嗯 对 十八的呢 就是六根六处等六四 对 对 我呢 怎么要分开啊 这个是分析了 我刚才讲 什么分析 我刚才可以解释 它是一定了的 耳朵听声音是一定了的 但是中间那个wire 那个connector 它会很多分析 所以它就分开来讲 因为那个是四星来讲了的 他们讲八四 和这个根气 它分开来讲 一个是色法 一个是星法 明白吗 所以你分开来讲 有它的原因的 它只是就好像 讲这个是place 这个一个分析的 那个叫什么 wire 还是什么 这样子 把它connect起来 ok 其实你们记得上一次 我讲过那个 眼是 九元生眼是 你要生起一个四 这好像老实讲 没有这么简单的 你有根 有镜 ok 但是有根 跟镜之间 你要有很多元 很多个住元 你才可以生起那个 那个四 你看你眼睛要看一样东西 你还要有空间 你还要有那个 座椅 你还要有光线 明白吗 所以这个 它把十二处先分出来 给你知道 我们这个根 跟这个镜 是肯定有了的 但是那个 那个六是要生起来的 中间是要有很多东西的 很多个元 你才能够生起那个四 明白吗 所以它把它分开来 讲得很清楚 我再提一次 以前原始佛教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只是受想行事罢了 只是后来 他们就分到这么清楚 它唯一是论分得最清楚 唯一是分到很清楚 ok 好 可以了吗 我们就继续一下 延起星空了吧 那个就很课程 讲很容易 容易 老师 我想问一下 那个我们英文一直讲的 六语 是属于六语对吗 六语 那个六语就是你 潜意识 潜意识 第七语 没有 他所谓的你 第八语 你没有 那种 六语 叫做你有一种 第六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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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第六感 是第七语还是第八语呢 老师你觉得呢 我现在就是七语 就不是八语 八语有所分别的 那不是说我们所有的 第五语前面做分别的 但是他的根在七语 你看吗 你说那种灵感啊什么啊 其实是七八语里面 其实那个跟那个不一样 八语 有一个第六感 其实 讲实在 在深入了 就是越修就越好咯 就被他领通去咯 智慧去咯 那个时候在第六 第八语 第七八语 不是在历史 第七 或者是第八语 都是七八语的 因为七八语比较细腻 你抓不到的 但是六语是分别 你要记得 是分别五语之前 我们六语 在分别五语的东西 但是六语的分别 它是一个非常能够改变 我们的心事的一个操作的能力 就在第六语 六语是最掌控我们整个心事的转变 因为我们是一个了别功能 它是会了别的 它虽然会受第七 第八语所影响 但是如果你在听闻 你这个五语作用很好的话 来影响 互相的影响的话 它能够改变整个颠倒时效 所以六语很重要 就是我们的知识 听闻 我们的分别 我们的去听了之后 佛法的去思维 全部在六语之中 所以你说第六感是在第八语 其实它就叮出来的 讲实在在修 修得好不是灵通 谁要修不是继续修 我好像一种佛现的智慧 其实是小小的智慧罢了 没有那么神奇 明白吗 还有吗 你那个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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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dy 来 Cindy 我还是Doctor 我想要 clarify 那个十八语和十八语 这样想可以吗 我们先个十二语 是我们没有意识的 我们要经过那个第六世 才有我们那个下个六世的consciousness 可以这样想吗 可以 第六跟跟近 对对对 我们就讲前五世 这个五世 原来鼻声声 他只是一个好像camera这样 收信息罢了 OK 限量的 他收了进来 就靠那个第六世去分别的 所以你只是有眼睛看 你没有那个 那个第六世不止没有操作 你也不知道你看到什么东西 明白吗 那个外境他在那边 永远在那边 你用眼睛去看 只要你没有第六世去 没有那个世 那个外境对你来讲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十二处是没有意识的 也是 没有操作意识的 我能讲你的意思 对 没有操作 应该没有放他过去那个 对 你没有那个六世进去 真的是没有意识的 没有比量啊 限量啊那种啊 对不对 对 你没有那个试进去啊 你不知道你看啊 那个想新锁 OK 你没有 那个第六世呢 很多经典讲 第六世就是想的新锁 只要你第六世没有动的话 你看东西 就算你眼睛给你看到东西 看到外境 你那个想新锁没有告诉你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也是没有用啊 对吗 所以你讲的对啊 可以accept啦 那两个东西是没有用的 他没有process 他没有full process 没有动作的啦 没有活动的啦 我真的是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 不错 这两个东西没有用 厉害哦 对 十二处是没有用的 所以 你们要讲出来 你们想的东西 不一定是错的 没有对错的 是你们的想法 我们可以拿来讨论 讨论很好玩的 所以我问咯 我问咯 怎么要分出来呢 因为 在十八戒里面都全部已经 六根六根了嘛 六根六出六四嘛 怎么要分出来 他要给你知道啦 我觉得他是要给我们知道 更容易 你看我那个讲 那边有讲嘛 十二处是用于分析 活动的产生 你发展 你没有这两个东西呢 你就不能够发展下去了的 因为最终的程度是在四八戒嘛 在六四嘛 在那个六四那边 那个四那边最重要 在四那边 耳识啊 比识啊 蛇识啊 生识啊 这样子的意思 OK 还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有问题 来 来 那天其实是这样的 我跟可莉谈到 因为刚刚刚小灵感 问到的是关于 那个灵 那个什么 第六感 第六感 OK 我们不要讲 我们先来讲灵感 老师 看 我不要讲灵感都好了 因为有时候灵感是来自 一个设计师 或者是艺术家 或者是发明 所以他们都会有一些灵感的嘛 那天我就跟可莉 聊到艾迪生 艾迪生是 佛教徒 他发明的东西 这么会发明这样的东西 然后我有去跟可莉 这样子分析 我讲 这个东西 是从他爸市里面就有了 他曾经已经是 做过这个东西 但是 因为那时候 可能他没有研发完啦 那个资讯不够 没有研发完 然后到后来 因为他在那个时候 他研发的时候 他遇到他所有的那个 material 我们讲这些东西 他都有 所以他就研发出来 住原 住原 对 他的这些东西他都有了 他就发明了这个东西 这是发明家所 这样子的一些 send在里面 那如果说 我们这些设计师 我们的灵感 其实我们以前可能 就是也是有这个东西 只是那时候 可能我们是 不同的方式去做 然后现在 有computer 然后有这样的东西 然后去做 我这样子解释 他应该ok吧 全部在吧 对对对 就是这样啊 一切 一切法都是 新王新法 而相应而成的嘛 所以很多一些法相 完全都是所有的 石像 都是霸氏所造 对 包括山和大地 都是霸氏所造 这些我们一切 维新造 所以你们现在 所有的是 你们的霸氏田 你们已经储存了 这样的一个种子 这个种子到这个时候呢 就能够 跳出来了 对 你这样解释 没错 Jasmine 你有答应了吗 Jasmine 老师 就好像那个 所谓的复古 对吗 现在很多 那设计师啊 什么叫复古 他们从那里 挖出来 以前那个battern呢 就是在巴士里面的嘛 然后现在 因为有更新的科技 他们就能够把它 做得更完美罢了 你看以前 那个中国的照片 以前那个 中国那个紫禁城 中国那些工具 那些物质 为什么他们 好像我们现在 看的电视剧 这么漂亮 对啊 全的颜色 也没有这样多 料也没有这样好 对吗 所以 这些都是 也是科技法 要进步 对对 你这样讲 是真的 因为我们都是说 一切 一切世间法 一切宇宙万有 都是巴士所限 这一句你们要记得 就是 一切宇宙万有 都是巴士所限 就是我们的意识中 所限线出来的 而且我们不要忘记 这个巴士所存的 这个种子 都是无量节以来的 你也不知道 从哪里来 有可能 爱地生那个时候 有可能这个店 在外星球 早就有了 就靠爱地生 来带来给我们 这个人 我们这些 这个地形 都能够了吗 然后在牛顿 那个苹果 动起来 他就想到 这个地形犀利 怎么他想到呢 因为他过去世吗 巴士的资料是共享的 还是个人 什么 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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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一 自己的根本 自己的种子 自己的种子 他有个不同的种子 有个sharing drive 像google drive 这样可以share 没有的sharing 没有说我drive 给你给没有的 巴士所存 巴士就是 莫纳士和阿拉耶士 叫巴士 是巴士的 莫纳士是第七四 巴士是阿拉耶士 阿拉耶士就是 我们去 十二亿年 去投胎 入的那个四 就是第八四 所以我们就讲 第八四是生生 四世永远不会灭的 对啊 他是延续着生命的 他会把每一世的记忆 都存在那边 对 对 肯定 所以你们不要去想 那个 到教讲 那个什么奈何桥梦婆汤 那个是没有的啦 我们运记不到的 我们拿到 喝了就忘记了 不要喝啦 喝了 那巴士不是忘记到吗 没有啦 他暂时忘记 帮助网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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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 他已经有一个这样的 然后他多次多次来到一世 然后他的本领可能是越来越厉害了 在某方面 然后在这一世 他忽然间在那边发挥他这个本领 去有这个因缘 给他再发挥在这一方面的一个东西的时候 他又在这一世里面遇到种种的源 然后他又enhanced了 他以前的那些本领 是不是这样子讲法 你们我们就讲那个很有天分 Talent 天分 其实是以前累积下来的 累积下来的一种本领 就是说他具体上有些人特别厉害 酸熟的 有些人特别厉害谈情的 有些人特别有一个Talent在那边 其实那个Talent就是他累积 累积以来 在那边储藏着这一方面的种子 和他的一个本领 但是在每一世的话 他有特别的一些不同源 他有好像 阿西亚讲的他的material不同 这样子他又在那边发挥的更 你加水加肥料 那个就是好 那个是增上盐嘛 你不障碍他生长的盐呢 就是你把它盖起来啊 你杀虫剂啊 你没有直接帮助他成长 但是你阻止了那些 障碍他成长的那些盐 明白吗 所以你这些东西什么时候挑起来 都是有外延的啦 应该该外延 我觉得他发言也是很重要嘛 对 他这么这一世 他挑不起来 就是有外延就障碍着他嘛 他刚好遇到那一世 那些祖元全部刚好挑起他那些 全部那种 那些种子 他就可以发挥得很好 那些江郎财经的 可能要种子用完了呢 倒是没有除去好的种子 除去不够 用完了就没有了 没有idea了 没有灵感了 种子是要撒完了 用完了 倒是里面没有 没有好的种子 可能祖元不够了 祖元都不够了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吗 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 Carrion 来 很清楚了 以后再讲这个课题 大家都很清楚了 因为再下来讨论的问题 我会发问很多这一方面的问题 那你们就慢慢去想 OK来 好吧 OK我们现在 讲 OK 感谢人家问到你 什么是灵魂 你就跟他讲法神会命 好听一点 不要讲灵魂 努力来灵魂那两个 言启观 言启论是佛法的根本 言启论认为世界上的 事事物物 就是说一切的有违法 既非凭空而有 不是突然跑出来的 也不能单独存在 必须依靠种种因缘条件 和合才能成立 一旦组成的这个因缘 上市了 那个东西就会消灭 事物本身也会消灭 所以佛法有一句叫做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的 因果定律 称之为缘起 你们记得缘起是这个意思 另外一句叫缘起缘灭 我们会讲的 什么东西不对劲 要缘起缘灭 也对不难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来的 缘起的意义是什么呢 缘起论 显示世界上任何事情的结果 都是因缘所申请 因此呢 你要快乐的人生 你就要培制好因好缘 如果没有自下善因善言 一旦遭逢不好的果报 我们也要懂得去改善这个因缘 而不是意味在果报上计较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这样 没有为什么的 讲难听一点 自作自受 所以呢 要了解因缘果报的关系 我们要懂得改善不好的言 去改善那个逆言 你要去培制好的言 你要广解善言 最后呢 真的是没有办法的话 你就随顺因缘吧 OK 此外 这个缘起论 许是 世间万法是无常的 好的 可能会变坏 坏的也可能会转好 因此呢 即使一时遭遇困难 挫折 我们只要能坚持地 朝着正确的人生目标努力 那个逆境呢 终会过去的 所以啊 无常为人生 带来无穷的希望 虽然我们觉得 这个世界 一切都是无常的 但是 就是因为有无常 你才有希望啊 假如一切都是常的 但那个人好的 就永远都是好嘛 但你不好的 你身在逆境的 假如没有这个无常 你就永远都是 这么穷困嘛 所以无常你再想开一点 其实是带来 我们带来希望 大家应该有听过 一个 一句话 我们时常讲的 赛翁是马 焉之非福 这个呢 其实这个是以前一个故事啦 那儒家他们很喜欢用这个故事来鼓励 人家 鼓励我们这些人 其实你用这个 用在佛法上面来讲呢 他就是无常嘛 他的故事呢 其实是这样子的 有一个叫赛翁的人啦 在这个战国时代 这个老人家 他是养了很多很多的马 OK 你们听这个故事 你们去抓他那个 那个道理 他养了很多的马 然后他有一次 他去放他的马出去走过后 回来不见了一只 走失了一只 他就有一点懊恼 找了几天都找不到 那他的邻居就来安慰 他说 哦 马不见咯 你一定很伤心咯 然后他又想一想 不要紧啦 有可能 不见的马 有可能是好事情来的 那个人 那邻居讲 不见了就不见咯 还是趁着免皮讲 有可能会有好事来 那也知道过了几天 那个不见的马 带着另外一匹马 一起回来他家里 去找了另外一只马 而且这只马 是一只非常好的马 然后呢 他有一个独子 自己一个独神的儿子 就很喜欢骑马 他看到这只马 非常的好 很壮 他就很喜欢 他就骑着这只马 出去跑 跑跑跑 然后他跌倒 跌下来跌断了腿 怎么办 他本来开始 哎呀马不见了 哎 带了一匹马回来 又高兴 现在的儿子 去去骑马 那跌下来 哎呀腿断了怎么办 因为人家就来安慰他咯 哎呦 儿子跌倒了 腿断了怎么办 他讲不要紧啦 生命还有在 就好了啦 真的哦 这句话 因为这时候是战国时代嘛 过不久呢 因为战争 发生的真的是 发生战乱了 那个皇帝就 招兵 招着这个年轻的人 去当兵 他儿子因为腿受伤了嘛 就没有 不用去打战 然后去打战的很多 那些 那些亲戚朋友啊 那些村里的人啊 很多都战死了 他只是 终身残废了 所以他就讲你看 我都讲了 我儿子跌倒 也有可能是有好的事情来的 所以这个 这个故事里面 你们可以抓到 一切东西 好的会变坏 坏的也会变好 有的时候 这个就是无常嘛 所以这句话就 就 就形成了 这一句的所谓 塞翁是马 焉之飞福 他不见得马 又拟了回来 但是这只马 又害了他的孩子 跌倒 受伤了 但是 就是这只马 害到他儿子跌倒 受伤了 他孩子就不用去当兵 所以你们去 从这个故事里面 你们去抓看 其实他在佛法里面 蛮有趣的 跟这个因缘果报 就是说 有他的因缘 缘起 好的会变坏 坏的会变好 从这个故事里面 你们也可以抓得到的 OK 接下来你看 诸法 既是因缘所生 要有很多几个因缘 生起来的 他自然空 没有自信 没有自信 你们见 便无法自我主宰 所以说 无我 OK 若能正观 缘起的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这边你们看到 这几个字 想到什么 想到三法应 OK 所以这个三法应 是佛法 奠定佛法的 最基本的 一个法来的 这个缘起观 就跟这个三法应 关系了 若能正观 缘起的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就能远离 贪欲 称恨 愚痴 三毒 烦恼 烦恼呢 是欺负我们众生 使众生 不能解脱 自在的 最大障碍 烦恼 基础 当然就能 获得 生命的解脱 这个解脱呢 就是寂静涅盘 三法应里面的 寂静涅盘 OK 一切都寂静了 空的 OK 因此 认识这个缘起 我们知道 我们的人生 祸 是祸 是福 是好 是坏 皆是自己所造 非有他力 可以主宰 他力 就是没有别人 在主宰你的 唯有自己 才是自己的主人 如此 必能帮助我们 把握人生的方向 认识人生的意义 而我们才能 活得很踏实 活得很自在 进而建立 感恩的美德 培养 这个随缘的 习惯 到后来 什么都做不到的 你就随缘吧 拥有 希望的未来 了悟 真实的人生 OK 我们怎么建立 感恩呢 因为啊 你要感恩啊 有时候你要感恩 那些让你种福田的人 这个福田呢 你种了这个福田 虽然讲是三轮体空 但是 无形中 你种了这个福田 假如你真的真的是用这个三轮体空来种福田的话 他真的会改变你的一生 改变不要讲一生这么难 这么好听 他可能会帮你转化一些恶果报 恶言 恶的果报 变成种罪轻受 这个什么 所以我们从这个原器官 你会有 可以 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上 你会 你就会走得比较踏实 不要 哇 逆进来的时候 哎呦 什么这样 为什么这样 然后不会去 改变 不会去找一个解决的方法 所以这个原器官 对人们来讲 真的是 很重要 佛教的十二因缘 是对这个原器论的最好解释 关于这个世界的由来 佛陀提出了这个原器论 这个接下来我们会讲到十二因缘 而在这个人生过程的形成和变化 这个我们这个整个人生 这个过程怎样形成的 十二因缘将来会讲到 然后这他之间的变化 那是原 佛陀这个原器论 这个基础上面 就提出了这个十二因缘 OK OK 到现在为止 大家对这个原器信空 原器官有什么 想要讨论的吗 老师要补充什么吗 OK 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停在这边 然后我们讨论 你看这个原器 我们有一句话叫原器信空 所以讲到原器的话 你就要想到 我们曾经读过的白法中 所说的两个大类 那就是有违法和无违法 那这个原器法 一般上我们都会说 因缘和合 以作万法呢 都是以世间法 世俗的这个世间所有的法相 它都是因缘和合的 我们称为有违法 所以什么叫有违法 就是说因缘和合而成的 在这里我们也叫做原器法 它是没有不变的 它都是无常的 它没有实体的实性的 它没有自性的 意思说它会从这个磨灭的 会从原器延灭的 所以你记得什么叫做原器法 就是说一切因缘和合的 有违法 它就是延伸延灭的 所以这个你们要就明白 世俗的总相啊 这个都是照做而成的 所有的世俗的种种的实相 它没有实在的存在 它是没有自性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整个修持的过程 我们人生的过程之中呢 我们所遇到的一切 不管是顺境 我都喜欢用这两个字来跟你说了 顺境无常观 逆境因缘观 就是当你遇到顺境的时候 你要说这个顺 不要太放异哦 它是无常的哦 那你一到逆境的时候 你也不用太埋怨哦 这个是一个因缘哦 你这样子一个思维的话 在整个人生的观点之上 你的人生的安住心呢 就慢慢起来了 那你就不会对你的生活起埋怨啊 你就不会对你的一切 所遭受的一些逆境啊 起不满啊 起妄想啊 对一切事情 你就清静自在当下的去接受 因为你了解缘起 明白吗 我能够给你们更深入的明白 就是什么叫做有违法 就是因缘和合之法 它是以咒万法 都是延起法 一定有延伸延起延灭的 OK 好 你们有什么问题 可以拿出来 发问 拿出来 讨论 OK 交给你们了 然后我来解答 快点 没有问题啊 都懂啊 很厉害啊 老师 Dr. Chin 想问一下 因为那天我们遇到一个 一位同修 他去提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他就说 你看我在休学 每天听到无常啊 什么东西都无常 这样我很 他讲他很懊恼 就是说 这样我就是 需不需要去规划 我的人生呢 他讲因为这个东西 好像这样子 全部都这样子 因缘和合又无常 这样子 他就讲 我需不需要去规划 我的生活 这样他怎样 因为我规划 是对呢 还是不对 他就有一个这样子的 应该要规划 应该要当下 一定要的 一定要规划 有规划就有目标 就好像我们学佛 我们要规划 你看我们规划 上课啊 咋做啊 我们也是一个规划 每一个人的生命 一定有一个规划 不会无理无途 然后你看啊 无常这一句话 有时候我们都会往负面的想法 对对对 今天你很胖 因为这个无常 你会变瘦 听到我的意思吗 好 今天这个东西 因为无常 可以变好 如果这个东西 永远坏吗 就刚才董事金解释 因为无常 所以你现在很穷 有一天你会放富有 如果没有无常 你永远是穷困的 你为什么一定要往不好 所以无常很多人会往不好的东西 不好的东西 无常的意思是说 每一样东西 当它是因缘法的话 它是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信 它都是有磨灭的时候 不管它好 它也可以变坏 坏也可以变好 但是如果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一个人生的规划 是一个正性佛教徒应该所做的 你看 要修学都要有层次 小baby出世都要慢慢 一岁两岁三岁四岁五岁 我们的目标也是一年级 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 同样学佛也是一样 所以规划是对的 不是因为无常而规划 是因为人生本来都应该规划 但是我们在规划之间 我们要接受无常 明白吗 肯定 对 你要有准备 要有那种对这个 无常随时会出现的那种心理准备 所以呢 这个 讲来讲去啦 都是 听闻佛法 闻思修 真的是很重要的 你没有那个证件的话 你一遇到无常来 你不能够去接受的话 你真的是会垮下来 明白吗 所以你看 跟你们讲 那把你们讲 你们啊 这个就是那种法 正法 告诉你们 我们时常要准备 叫无常会出现 当然 好的无常 好像我讲的 你们上个星期我讲的那个例子 你们买屋子 供屋子供供 现在屋子至少你要供到20年30年 哪里知道你突然间得到一笔横财 或者是得到中马票 突然间你就把那个屋子settle掉 这个也是无常 都是好的无常来的 对吗 所以他这样一根外缘一来到 他有可能改变你整个 你所规划的东西的 一般上好像会把无常当成生死 最好是大家都要有准备 好的无常是 无常的意思是没有一个permanent 没有一样的东西是不变的 叫做无常 其实我在看我的看法是这样 一般人想到无常 都会想到说那些负面 因为负面的会到来 现在要有所准备 其实应该是这样 大家不是讲一句 现在无常带来无穷的希望 所以 对应该要计划 人生本来都要规划 最好像你看我们规划 我们早上做什么 这是有规则 一种规则 人生的规则 还是要去做 对不对 无常要来 等于无常来 问你无常他们什么 我有钱要花光 他问你钱花光 你都还没有气 你怎么办 所以以前有人讲 我们佛教徒是最 消极的 其实不是 其实我们是很积极的 要去寻求解脱 我们很积极的 要脱离这个苦 不是消极 可以说无常计划 是一个代名词 就是说 时不时的提醒我们 就是要规划 那么有一个策划 那么你应该往哪里走 那遇到什么困境 或者是顺境的时候 比如说刚才你说的 中码票 那也是无常 然后突然间掉下来的 对啊 好的无常 对啊 那么也不是说 无常一定是不好的 其实是一个代名词 就是说一个 那你有一个设定的 就是说 你不要什么东西 就当做没有的 你要知道 不然就会发生 是好是坏 你都要一个规划 好像儒家思想 以前我们没有学佛 我们常常听到 那四个字 居安示威嘛 你很安定的时候 你也就想 一旦有什么不好的发生 你又怎么样 你不可以 哇我现在很安乐 我这些不好的东西 不会出现 不可能的 你一定要想一想的 所以我刚才不跟你讲的 顺境无常观 顺境的时候 你只要把儒常到来的时候 所以你不能太放逸 不能够因为顺境 你不要放逸 那么逆境一年观 逆境的你也不要埋怨 因为过的 对啦 这些唯一 过程变的就是改变 对吧 所以我就是说 很多时候 你在逆境的时候 他都会度过的嘛 在怎么冷的天 都会阳光出来的嘛 这不是说 一定到尽头 到没有路走的啦 没有黑暗就没有白天啦 我是觉得 这个情况 就是要有 比较positiv的想法 就是说 虽然你是逆境 但是我们学法 佛法之后 你就知道 逆境之后 你就要转化嘛 你就会去转化 不然那个坏的种子 是就没有被你转到 可能会变成更坏的种子 比如说 其实我在 今天也是一样咯 我认为是这样啦 所以说 佛法呢 因为很多人真的 是都跟我们是说 哇 学佛好像是很消极的 很消极的一个方法 修学的吗 其实 其实也不实际的 就是我们的身体咯 就我们整个人的步骤啦 老大 讲到五印 每个头都大了 哇 出错了 中文又不好的 那么怎么去摸它 那个五印 我老为 所以有时候 你的法意识 Doctor一定要讲 因为这是法 对对对 我写下来的工具 但是所以我每次 我懂我就很快的 你妈原来就是身体罢了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为什么 会用心去听 然后给你们 最容易吸收的方式 但是Doctor没有办法 他一定要依照佛法 来跟你们分析 跟你们讲 因为 这个是一个 一个就是 延传下来的 对 这个是一个工具啦 其实佛法 也是一个工具 大了 我跟你讲 一切都是工具 他没有的 佛法没有的 是证悟的 是修的 不是写的 不是讲的 但是我们被逼 因为我们凡夫嘛 疑痴嘛 我们凡人太疑痴了 我们很难 凡夫是比较疑痴 那一个方面 所以我们一定要 有一个东西 让你去明白 然后你抓住它 然后去修 修到有一天修成了 这个东西也放下了 就好像我都跟你讲 波也这个心经 不是波也心经 金刚经常说的嘛 你要过一条河 过了皮岸的话 你没有理由 背着那一艘船 又要跟着你走啊 船 你已经从这此岸 到皮岸的时候 那个船已经不用了 你苦得乐了 你还要钢着那从这什么 对吗 所以说 我那天有一个朋友 他不是佛教徒 他就跟我说 就是因为你们佛教徒 很喜欢讲那句话 放下 那你们放下的 都是希望放下 所以你们不是 你们喜欢用那句放下 可是放下都是希望放不好的 好的你们要不要放 我不要 这也是的 这也是 他说你们佛教徒 就是每次讲 放下啦 不要这么自着 放下 他说那你们走 不要放 没有 其实我跟你说啦 他们的放下 浅白的是放下 当然我们就会把这个放下 拿来当着我们讲话的一个方法 哎呀 不要想那么多啦 放下啦 其实真正不是这样 对 所以我都跟你讲 佛法本身就是广生法 广义法 那么当然真正成为一个佛教徒的话 我们就要深入去明白 什么叫放下 我们所谓的放下什么 放下烦恼 放下习气 放下左肢障 放下一些什么 这才是我们要的 对啦 而不是哎呦你放下 也不用去想那么多啦 放下啦 那个是哪来自念的一个造计词吧 没有什么法义 好像他们讲 他问你 好的你要不要放下 你问他啦 多么好 你也是带不走啊 到后来你还是要放下 上去后被避放下 也是要放下 对 一切都是空的都是要放下 阿燕 阿燕举手很久了 好来 阿燕 阿燕跑去哪里 阿燕来 老师有提到的就是我们要策划 阿燕举手 提到那个 长官 突然间我就是刚才 就没有提到 关于这个方向 突然间我想到 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就是说 我们要 就是计划我们那些 生活上的东西 因为 胡产 那想到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比如说 那些 view writing 就是写那些 那些 那些遗族 就是我们 无常 把这些东西要分给 所以要怎样做 那形式上我们知道是 人生是无常 但是 当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候 做一些view writing的时候 就变成一拖再拖 拖了又拖 拖了又拖 会不会是 实际上在我们的内心 身处活 还是 没有把这个无常 期待 不是 是不舍 不舍的 但是没 不忌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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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到 一直以为 我还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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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还没有深入思维无常 真的很重要 真的 我现在还没有写 你应该打第二次了 就讲到 那些围住的时候 就好像很刺激 这个不要讲 那个不要讲 那自己呢 写了一套给自己 之后 因为那个view writing 写了 又写就有 那些chargers 要再给钱 要给钱 写了第一次 一直改 一直改 是想到 不是不积极 是说到底自己 想要怎样 一次过 写完它 还是怎样 所以你要 你要想好好 你今天想要怎样 你就写怎样 然后在十年后 五年后 你想要改 不是去改 反而无常一道 真的 真的有时候 这个也是很重要 有时候我们不要留给后代 一些烦恼 有时候你是要真的 要把这些动好 因为有时候 如果你少钱 没关系 如果产业多的话 你会照旧后代 打价 打官司 拿你的钱 去打官司 所以我们不要 不要留烦恼 给后代 等下拿你的 钱去照业 那就更照业了 如果少少 没有关系 兄弟姐妹好 孩子一起 合力 不要紧 如果遇到一些 有一两个个女孩 打官司来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都是这样的 对吗 所以还是要积极一点 这一点要积极 OK 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要发问的 谈谈 我们从下个礼拜 开始 最后半个小时 就是要有功课了 要去 不谈都要谈了 每个成年都要露面来讲了 一季两季都要看到你们了 OK 至于我们的这个组别的分别 应该大家都清楚了 然后至于我们再下来的功课 其实 德克金最近所带出的都是一种 更深入的复习 都更深入的复习 这些课程都已经讲过了 那么有些到后来插进来的 可能也觉得很模糊 那么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再讲再讲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越来越懂 知道吗 那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佛教的研究者 我们是佛教的执行者 记得 我们不是去研究佛教 研究做梦 你要去执行 你要去写 你要去以佛为榜样 然后把佛教义给你的东西 去学佛 然后当你要做一件事情 要思维一件事情 你看 如果是佛菩萨 他会怎么做 你多少要向他学习 就可以了 好像发生一样事情 如果是患者是佛 他会怎样做呢 我不能像佛教 那他菩萨又怎么做呢 或者对一个好心的人 又会怎么做呢 你这样慢慢把那个层次提升 那你就不会离太大的 那个轨道去了 不会种下恶言 恶因恶言 有什么问题 可以发问 可以讲 关于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生活啊 关于你们的课题啊 或者有什么问题 关于今天的课程啊 或者过期曾经读过的课程啊 有吗 时间到了没有啊 还有两分钟 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发问 或者要分享的 你们生活上的分享都OK的 好像老师发问的那些问题啊 你们可以用你们 发生在你们生活上的东西啊 拿来问一问 好像假如老师讲说 给一个题目讲忍辱 你可以说啊 我有一件事情 我这样子这样子做 我是不是在忍辱呢 这些都可以拿出来讲的 在生活上的东西 OK 所以我常讲生活 佛法与生活 佛法与生活 就是不是拿来怎样 拿来修 拿来把佛法放在生活上 这样的人去修学 那你才可以达到一个开悟 一个解悟 你才说 你真的有一天 你才对于法义方面 你就掌控悟性的话呢 那个法已经进入法入心了 法入心 那你的自信之中 就永远是充满着 一个很好的一个正能量了 你的法事里面的力量会更大 你的法事力量一强的话呢 你的染污种子就越来越少 当你的染污种子越来越少 将来你的依报就很好了 知道什么叫依报吗 讲不错 知道吗 依报就是你的投身的环境 下一道 你下一道 很简单 很简单 你造业的头戚出生道 你的依报就是什么 好像你叫一只老虎 那依报是哪里 对啊 但是老虎 假如你有在造这个多出生道的当儿 好像 在多出生道 你又有做了一些很好的事 假如你变成一只狗 你会变成一只丑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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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享受的 明白吗 你的依报 所以一切都是你的手 自作自受的 明白吗 对 OK 阿龙 想你问什么 我问一下 老师 之前我有听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 比较具体的说我们在写佛 在写佛的不一定是 很会拜佛的 很懂 很懂 比如说他们根本里很多都 因为经文有不同的语文 比如说有中文啊 或者有巴黎文什么 有到他们完全就不 就是不认同经文上的东西 可是他们在研究方面 生物方面 他们就真的就很故意 脅迫那种态度 那种所谓的 平心 其实那个是会不会比 你只是专注在看经文 看经书之类的 会比较踏实啊 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实修 真实实修 我常常跟你们说 就算你说 归佛和拜佛 是两件事情来的 归佛 学佛的人不一定拜佛 但是敬佛 敬佛的人不一定学佛 明白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 真正学佛的佛教徒 而不是一个拜佛的佛教徒 那么你说 只会念经 拜拜 做一些形式 是一个形式 那只不过是一个住缘 一个少许的一个住缘 真正的修学佛的人 是在人格上 生活上 人品上 习气上 烦恼上 去调整整个人生观 所以我们真正学佛的是 调整自己的人生观 那才是真的学佛人 你看有些人没有拜佛 他学得很好 他的品行很好 他的善心很好 那他也是学佛人 对 那种人他们会成佛吗 肯定会成佛 但是有些人 你看他总想念经念到晚上 什么都拜 什么经都懂 什么理都懂 但是一套糊涂的神圣 你觉得他会成佛吗 不会 所以我们 我慈航常常跟你们讲 人格性的涵养 内涵修学 还是最重要的 你不要跟我讲 你怎么会背经 你怎么会写经 你怎么会讲经 没有用 如果你不实修 你不把你的内涵提升的话 它只不过是一个知识 好像你们坐在这边 你们不拿来修 我跟你说 你们今天只是得到六四之中的一个分别式 就是知识 他没有跑到你的所谓的转制成制的一个方式 那他不会把你的所谓的我们的霸市之田 改成大严禁制 没有用 但是我们要改 我们还是要依靠这些形式 当然最好的学佛方法 就是要有一些恭敬的形式 加上实修 两个中庸起来 那是最好的 所以为什么 念经 拜佛 布施 礼佛 这个是一个助缘 如果你能够达到 我不用佛像 我知道佛的存在 那是非常好 但是你没有办法观想佛的存在 请你放上佛像 不是拜偶像 而是提醒你 佛的庄严 你要进到 你看你拜佛 你进到家 有一个佛像 你是不是马上升起那个恭敬的心 如果你说我要躺在大沙发上 你前面有一个尊佛 你会觉得不能 我一定要端庄 这又是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除非你自己很端庄 你自己很会安住你自己 佛在无处不在 那就不同 但是他也不能够说 我邪佛 邪道 我不需要拜佛 不可以这么讲的 这又太狂妄了 邪佛 我要进佛 所以我有一个问题 不是问你们咯 你下个礼拜 生活中你用什么形式去礼佛敬佛 这也就是我的问题呀 所以你看 空间很大了 你那空间就很大了 我觉得问题是很审视性的 很跨的一个思维啦 老师 其实我在想 拜佛是不是 最近 后期才有的吗 对 因为以前都没有佛像的 就是因为那个 发梁武币的时候 梁朝的时候 那个王啊 他就是 他想念 想念那个 想念佛 想念佛 他才做一个 他的精神出来 然后我们 你看 佛要涅槃的时候 那个安南去问佛 以借为师 以借为师 但是你看 为什么后期会有佛像 会有佛际 会有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人就是一吃 一顿 我们就是着像 但是你不着像的话 你也修不出来 我跟你说 文字是一个像 一个摄像 没有文字 你修不出来的 因为我们的 这边没有佛陀的智慧 开拓 所以 对啦 所以这也不是没有 所以我都讲了 从有到没有 从没有到有 其实就是一瞬之间 那个空性的存在 罢了 所以我们着像是对 但是不止着像 不抓就不放 我着像 着像来做什么 着像来修空像 你没有着像 你修不出空像的 你没有砖满满 你不知道什么叫做空 你没有空 你有空 你没有砖满 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满 其实就是一念的那种思维上 让你开脱你的思维 所以我们也不能够说念经不好 忏悔不好 但是我没有经给你念 你每天要做什么 每天坐那边打坐 想着佛 你也想不出 所以用经来念 对吗 所以那还是有 其实以后 我们有一种 有一种 有时候在想 其实贪这个字 只要你把 用在好的地方 其实是个好的 贪也不是一定 坏的行为 对啊 但是 讲到那个 欲的时候 贪就是 你贪 那个五根无利 你贪 就要解脱 那个是好的 因为你贪 你想要 学到一样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用心的去追 可是你贪的是什么 那个就要有一个很大的分析 贪不要起烦恼就好 对啊 因为 贪不要起烦恼 贪来起烦恼就不可以 我贪法 我每天去找这个 找那个 找这个 找那个 那个就 那个就 那你就贪了 那你的贪的烦恼就不对 对那就是 你贪了 那也是不可以 那边人贪的 偏念的贪就不对了 对 所以你看很多法医 在佛法 它是这么好大的 它是太大太大的广义 让你去理解 去深思 也不会了 慢慢去理解 好 来 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里了 其实你真正的去研究 他从开始讲 他是跟你讲 全部都是有 有 有的 一定要从有 到没有 到后来就跟你 因为要是 所以你会 佛不说有的话 你哪里相信 对 哪里 你 好像骗小孩 没有有怎么 有到空 空之间 有到无 无之中就有一个空 就是这样简单 OK 好 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里了 我们一起回乡 来 合掌 愿于始终而 庄严佛境土 上报是从恩 下距山土土 若有借文者 稀发菩提心 静止以报身 重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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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t街 Good night 小城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Wij pirates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ski